这个五个月大的小宝宝睡着了,令家人失望不已,因为他们相信没有人能够顶替照顾这个孩子。 狗狗的举动让他们大吃一惊,卡尔森一家人是幸福的典范,他们陶醉于五个月大的宝宝迈克尔的顽皮行为中,家里充满了欢笑和快乐, 尤其是当迈克尔和他们忠诚的家狗威力在一起时,威力是一只小约克下狗,被证明是一个忠实的伴侣,总是在迈克尔身边,时刻关注他的需求。 一天,当迈克尔躺在家里的角落,被色彩缤纷的玩具围绕着时,卡尔森太太从屋子的一角观察着,对儿子的纯真和好奇心感到惊叹, 让他欣喜的是,威力也在那里,对宝宝保持着警惕的关注和忠诚,他并不知道,他即将目睹一场威力和迈克尔之间的感人表演。 小男孩刚刚喝了一瓶奶,他因为早上的活动而筋疲力尽,应该休息一下,这让习惯了白天游戏时间的忠实伴侣威力感到失望。 然而,宝宝没有和他的狗朋友一起玩耍,而是爬到一角,沉浸在睡意中,这个五个月大的迈克尔已经开始爬行,这在婴儿中是不常见的, 但在迈克尔的情况下,是多亏了威力的玩耍鼓励,威力善于用丰富多彩的玩具和物品去刺激和逗弄他的人类朋友,又是他活动和探索。 在他的激励和支持下,迈克尔很快就掌握了爬行的艺术,令卡尔森先生和夫人感到惊讶和高兴。 当迈克尔沉浸在甜蜜的睡眠中时,威力发出了嘀嘀的肺声,仿佛试图引导他小朋友一起玩耍,这声音引起了卡尔森太太的注意,促使他去查看这两个伙伴在做什么。 他小心翼翼地走向迈克尔和威力所在的房间,当他到达门口时,他看到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景象,迈克尔躺在柔软的地毯上,没有任何被子保护他免受寒冷的冬季空气。 他想把他抱起来,放到他的床上,但是威力在四处蹦跳,让他停下来,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卡尔森太太从房间入口的一个角落里,观察着威力的动作,停住了呼吸,不确定他在做什么,他带着一颗充满好奇和担忧的心,希望威力的行动不会给他正在睡觉的儿子带来任何伤害。 让卡尔森太太感到惊讶的是,威力似乎感受到了迈克尔在睡梦中需要温暖和安慰,他小心翼翼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敏锐的眼睛寻找着能够给朋友带来安慰的东西。 然后令卡尔森太太惊讶的是,威力发现了附近的一块被丢弃的被子,毫不犹豫地轻轻地用嘴巴拿起来,卡尔森太太目瞪口呆地看着威力走向迈克尔正在睡觉的身体,被子从他的嘴里悬挂着,就像一份珍贵的馈赠。 他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震惊和钦佩,当狗仔细地将被子缠绕在他的宝宝身上,用鼻子轻轻地塞进去,以提供温暖和舒适时。 这一出乎意料的善举温暖了他的心,他忍不住向丈夫卡尔森先生示意过来,目睹眼前正在上演的感人一幕。 卡尔森先生匆忙走到房间,惊叹地看着威力用令人惊讶的灵巧用小嘴调整着被子,确保迈克尔被正确地覆盖着,同时让他的头部露出来便于呼吸。 威力对迈克尔的无私举动让卡尔森先生充满了无比的自豪和感动,他抑制不住想要记录下这美丽的瞬间的冲动,于是伸手拿起手机开始记录眼前的景象。 他并不知道他即将记录下一段真正温暖人心的时刻,这将触动许多人的心灵。 当威力调整完被子后,他做了一件真正了不起的事情,他用温柔的关怀靠近迈克尔,将他的小头放在婴儿的胸前,仿佛要给他额外的温暖和安慰,这是一种充满爱和同情的姿态,让卡尔森先生和夫人目瞪口呆。 他们的心涌满了情感,泪水流过他们的脸颊,卡尔森先生和夫人交换了一天,分享了一刻深深的感激,对他们毛茸茸的伴侣的充满爱意和温暖的本性感到感激不尽。 无法将威力和迈克尔的感人视频撕藏于新的卡尔森先生决定分享给他人,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段视频,附上了一段深情的字幕,表达了对威力对他们儿子的忠诚和爱的钦佩之情。 他并不知道,这简单的分享行为将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触动全球数百万人的心。 视频在网上迅速走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如火如荼,几个小时内,他已经收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个点赞,转发和评论,威力和迈克尔之间感人的纽带触动了观众的心弦,与曾经体验过宠物无条件爱的人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随着视频的走红,他吸引了数百万人的心,为人类与动物之间不可思议的联系,投下了一道聚光灯。 人们被威力对迈克尔的无私行为所感动,展示了宠物所具有的深厚的爱和忠诚。 这是对动物对我们生活的深刻影响的温暖提醒,为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快乐,陪伴和无条件的爱。 对于卡尔森一家来说,视频的走红是对威力如何意外地走进他们的生活,并迅速成为家庭重要组成部分的提醒。 他们回忆起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回到他们怀着期待等待他们的新成员小迈克尔到来的那一天。 即使在他还未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们就确定他们永远不会像他们已经爱着自己的孩子那样爱其他人。 同样的,他们相信没有其他人能够像他们一样爱他们的宝宝。 然而,命运给卡尔森一家带来了一个惊喜,冬天带来了一股刺骨的寒意,甚至似乎透过他们温馨公寓的墙壁。 寒冷比他们预期得更加严酷,使得他们的骨头发抖。 尽管他们尽力包裹着自己,但对他怀孕的妻子表示担忧。 卡尔森先生决定需要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来保持他温暖,所以他们商量着在家里添加更多的电暖器,以确保他在寒冬的冰冷中保持舒适和温暖。 卡尔森先生准备去购买另一个电暖器给他们的公寓。 突然间,他的注意力被从愉快的思绪中吸引开来,因为他注意到路边有动静。 他迅速转移了目光,瞥见一只小动物在覆盖着雪的风景中跋涉。 他不确定那是什么,短暂的一刻好奇心被激发了,但是他很快将注意力转回到手头的任务上。 他耸了耸肩,对这个景象不以为然,继续着他的旅程,渴望尽快完成他的差事。 当他到达商店时,他毫不拖泥带水地选择了适合他家的电暖器,迫不及待地完成了购买,渴望着能够回到妻子身边。 完成交易后,商店提供了技术人员第二天安装暖器的保证,并提供维护服务,以确保其正常运行。 满意的卡尔森先生走出了商店,朝着自己的车辆走去,心满意足地启动引擎,开始了回家的旅程。 他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相遇。 当他接近熟悉的道路斗转时,他的注意力再次被之前看到的动物吸引。 好奇心驱使着他放慢车速,想要近距离观察,想知道是什么动物能够忍受严寒的冬季。 当他越来越近时,他的心情沉重起来,一种震惊和悲伤的混合物充满了他的心头。 在寒冷且无情的冬季景象中,站着一只小约克下狗,他的棕色毛皮被打结,颤抖着在寒冷的空气中。 他曾经以为那只是街上的一只镊齿动物,并没有多想。 然而,他面对的是这只小狗被遗弃在寒冷的世界中的心碎现实,他的心在看到这只无助的动物时痛苦不堪,他迷失了方向,需要温暖和庇护,尽管迫切需要回家与自己的家人团聚。 但卡尔森先生知道他不能置这只可怜的动物于不顾,在恶劣的冬季条件下自生自灭,卡尔森先生做出了一个及时的决定。 将车停下来,怀着坚定的决心,他下车走向这只受惊的动物,随着他越来越近,他能够看到狗狗眼中的恐惧,并开始慢慢地退缩,把他视为潜在的威胁。 然而,显然这只可怜的动物太虚弱了,无法逃离,谁知道他在街头经历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在严寒中遭受了什么样的痛苦。 意识到获得狗狗的信任的重要性,卡尔森先生轻生地接近,试图安抚这只受惊的动物,在每一步温柔的接近中,他希望传达的是他想要帮助这只狗,而不是伤害它。 当卡尔森先生拉近了与狗之间的距离时,他的心在看到眼前的景象时破碎了,这只狗狗憔悴而虚弱,身上带着明显的被忽视和遗弃的痕迹,毛发蓬乱不堪。 当他伸手抚摸颤抖的狗狗时,他能感觉到他骨头的尖锐凸起,卡尔森先生心情沉重地意识到,这只狗已经被留下来自己照顾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绝望的生存挣扎在每一次颤抖的呼吸中都清晰可见,尽管他因本能而疲惫不堪。 但这只狗似乎能感受到卡尔森先生真诚的同情,他略带迟疑地允许它靠近,疲惫的眼睛中闪现出一丝希望的火花。 在狗狗乞求的凝视中,卡尔森先生能感受到对帮助和爱的迫切乞求,毫不犹豫的,他决定成为那无声祈祷的答案。 卡尔森先生小心翼翼地将狗抱到车辆的副驾驶座位上,时刻注意着他脆弱的状况,担心他的健康,他在车厢里翻找,找到了一些零食。 当他给饥饿的狗狗几块饼干时,他感激得眼睛放光,急切地吞咽着所提供的食物,狗狗眼中那种纯真和善意的表情进一步融化了他的心。 尽管他正在受苦,但他身上有一种坚韧和甜美,深深触动了他。 卡尔森先生并不知道,这只狗将成为他们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一种他们无法想象的方式给他们带来快乐。 爱和陪伴,当他带着他的新朋友回家时,他的妻子张开双臂欢迎这只小狗,夫妇俩给威力充满了爱和关怀,看着他迅速适应他们。 他的活泼和深情的本性在短短几天内就展现出来了。 威力已经成为他们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他们的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笑声。 当小迈克尔终于来到这个世界时,他证明自己是卡尔森先生和夫人能够为他们的儿子所期望的最好的监护人和朋友。 他对迈克尔的深深情感让人感动不已,似乎威力已经找到了他在他们家庭中的位置。 他们感到非常幸福,能够有他在身边,他们对他表现出了爱和善良。 现在他也对他们的儿子展示同样的情感,宇宙确实以神秘而有时美丽的方式运行着,看着威力和他们的儿子快乐地互动。 他们知道欢迎他进入家庭是他们曾经做出的最好的决定之一。 这是一则关于同情和忠诚的美丽故事。